嗨 大家好 我是飞别队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好 这段时间呢 我在做关于PineNetwork的一些节目的时候非常地消极 那么今天我去看这个后面呢 还有两期是对于PineNetwork不满的 还有两期是对于PineNetwork进行抱怨的 或者对于PineNetwork而讲是不是太过于挑剔了 所以今天呢 我又觉得 看到我后来还有两期已经做好了关于Pi 啊 自己的一个节目 我突然又觉得我对Pi呢 有点亏欠他 这个人的情绪就这样的 当你发现一件事情不满的时候 你当时的这个心情啊 非常的愿意去说 去骂他 去贬他 把他说的一文不值啊 但是事情你通过你发现完之后 你发现 冷静一下看 感觉起来自己做的是不是有点过 是吧 那作为一个博主 或者作为一个up主来讲 那么讲了这么多期节目 尤其在六二八之后 我很明显地感受到 我的这个情绪啊 非常失望 所以说对于PineNetwork呢 就没有什么好颜色 做的这期节目呢 都是非常的负面 那么今天我看了之后 后台还有两期 关于PineNetwork 负面的信息呢 呃 那么我觉得确实是对Pi有点亏欠 他其实说白了 有时候回想起来看 好像Pi也没做出什么 只从我们的这个心情啊 随着不同的时间节点 那么Pi公布了一些信息 对于我们外部的一些刺激 感觉起来 哦 这个这个 有的东西就受不了了 其实我就是一个比较情绪化的人 看见不满的就有疯狂吐槽 吐槽 然后呃 吐槽完之后 心情缓和之后 再去看的时候 然后就觉得 好像没我说的那么夸张 是吧 所以说这一点我先认识一下 因为呃 我真的我还是在点三点 呃 我的节点呢 本来今年是准备说是要关的 但现在目前还是没关 呃 有可能到今年 比如说2023年的12月份的时候 他还没有进行那个节点的收益 也没有进行组网的话 我的节点可能就是要去关闭一下了啊 就是我还是要考虑到我自身投入和占比嘛 因为现在从市面上去 如果说真的 呃 过完KYC 都在市面上 你能够回收到这种 B商里面去回收到这个B呢 其实它价格还是蛮低的 就没有去挂这个中国去节点的意义了 啊 所以说我目前是这样考虑 所以说从理性的角度去看的话 呃 你未派做什么事情呢 你该做的还得就做 好 那么你去点闪人还得去点 那么你去做节点的还在在做 那么其实我们也是在付出的 呃 只是说你在付出的同时 你说一些不好的听的话呢 那么会引来人家觉得你这个人是不是 呃 有问题 是吧 呃 一边在做一边一直在骂 呃 其实我们就是做一个心理的输导而已 呃 虽然我这里今天我看到这还有两期 呃 两期是关于Pi 呃 比较负面的一些信息 那既然已经做了 我肯定还是准备说 呃 定时的去把它发布出来 呃 在十七十六十七号会把它发布出来 呃 那么我当然 呃 在这段时间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呃 在BSC网站里面 他也报道过关于PiNetwork的未来 呃 以及他就说他开放主网发布之外的扩展计划 呃 那么他讲了说 呃 他其实其他地方是不是还有计划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作者呢 他是对于PiNetwork见证比较久的 他从早期的时候对于PiNetwork的一个聊他的一个技术类型呢 还有说聊他的团队 聊他的愿景 聊他的好处了 那么一直聊 他也是比较相较于说还是算客观的 呃 因为他聊的过程当中我也发现 他和我的这种观念有点有点相同 实际上他们是作为一个呃 公司或者作为一个机构的形式存在 他们不可能把个人情绪表达太过于去突出 所以说呢 他们在中途的时候也是在去质疑过Pi的 只是说他自己的过程当中非常的浅显啊 那么要去仔细去看他的这个呃 做的事情和文章你才发现出来 他其实在质疑派的 那么今天他又讲了说 哎 关于Pi他他去理解派了 那么他就讲了说 哎 开发之外还有什么扩展的计划 那么看一下他他所了解的一些计划呢 他首先就是说介绍关于Pi Network这些建立生态的这个生态系统 那么除了Pi主网之外呢 Pi Network还致力去建造一个强大的去中心化的应用程序 就是说我们说的DAPP是吧 和服务生态系统 那么此次扩展呢 将用户将原生的Pi代币用于各种的目的 来去购买商品或者服务 其实这个我们也是知道的 那么包括参与去中心化的金融DeFi等协议 那么这来其实就是说可以做到一个智能合约的了 那其实我们Pi Network现在我们说把它区块链 但它智能合约都是没有 可能是有智能合约 但它没开源的情况下 我们就认为啊 他这个智能合约是不够去中心化的 那他还讲了说关于占领活作伙伴 那占领活作伙伴我们也知道 那我们比如说在平台的一个电子支付啊 或者说我们的支付处理啊 还有一些区块链与区块链之间的合作啊 那么他还有外界的拉一些这种商家来进入到Pi栏啊 使用Pi币当成一个货币去增加它的实用性和流动性啊 这些都是在Pi的战略当中 但我以前给大家说过 以前我在抱怨Pi的时候说过 像这种情况的话 就是Pi没有开源的情况下 如果说作为一个商家 他不了解区块链 或者不了解Pi生态系统呢 他不愿意太多的去进来的 因为他拿到的是真金白云去拿法币去换的货品 拿到你的这个Pi的生态系统中去换一个不知强的Pi币 就是很多的这个利益商人啊 那么他是不可能去这样做的 所以说在推广的这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一块呢 一定就是说还是有非常大的难度在前面的 那好 下面是关于收养和推广计划 那么他这里讲的收养和推广计划是什么 就是为了去确保这个Pi的广泛去使用啊 Penetwork计划实施全面性的推广 和采用更多的一个推广方式 那么这个计算包括可能是在教育活动 或者激励推荐 还有就是吸引新的用户在这个平台上面去 占那个合作营销啊 这种方面的 那他通过激励或者说教育人们加入Pi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 他所了解的教育 我不知道对社区里面教育算不上一种教育 那我知道激励呢 就说哎 你去推广多少个人 哎 推过人来健身代工 给你一千个Pi币 推广一个大事 我就给你多少个Pi币 其实说白了 就是说那奖励机制呢 我们可以看到 那教育这块呢 可能比较淺险 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些层面 那么下面还讲了说 实际应用程序的集成 那因为PiNitro 可能他承载了比较大的一个愿景 就是说超越数字货币的领域 那我们知道Pi 他在白皮书里面讲的 或者他主网在里面讲的 就是说哎 我要成为一个实际上通用的加密数字货币 其实这个呢 还是比较 愿意比较大的 我们现在又看见他通过了 路边论坛 Fysite Firm 之后呢 他又讲了说 哎 我是Web3的社交加密货币的未来 所以说他现在的那个两个指标 一个是通用加密货币 另外一个是Web3的社交加密货币 其实还是蛮不错的 就是说如果说他愿景能够达到的话 还是蛮高的 他的愿景 那他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他就要与现实世界的应用程序基金集合 那我们可以看到 做了PiWeb2的一个搜索网站 类似于谷歌这种 是吧 PiLent 那他这样呢 其实和现实世界中的这个应用局 已经已经集成了 因为他 Web2的人 你可以进去 那这一点 他其实也是有在做 那么这呢 可能在涉及一些寻求 利用区块链技术 或者加密货币 来提高的一个一些企业 或者说一些合作关系 那么他们可能在这个Pi的上面去使用它 那当然这个呢 可能比较偏理想化 为什么说偏理想化 因为在现有的这个智能合约当中呢 以太坊是供电制网 那么他有底层网络 也有一层网络 而二层网络 那他的这个 虽然人们去诟病 他的这个 Gas费太高 还有说他的速度过慢 但是人家已经有了第二层网络 在上面去使用呢 其实还是蛮高效的一个成果在那里 而且并且的话 他们是已经成熟 通过市场验证能够去做到 他往往整整的去中心化 而Pi呢 他现在是不能去做到 所以Pi目前的一个问题所在哈 不是说我们去诟病他 而是说他真实存在了 就是人们到底加入一个网络 Pi网络 你是属于区块链网络 还是中心化网络 你到底是属于联盟链 还是私有链 还是公开的区块链 这是很多企业所担心的 或者说很多有钱的人进入 他所去忌惮的 毕竟项目房还拿了200多亿的 左右的代币在那里 如果说以后大家把这个企业里面的资产 资产配置当中配置成Pi币之后 那你以后没有办法去保证 这个Pi币的一个稳定性 你虽然说你讲的是通用了数字货币 是吧 那么它肯定有一定稳定性 但是现在不具备作为一个资产储备的时候 那么这些企业就可能有所忌惮 所以说这一点就是来源于企业合作 和外部人员去合作Pi的时候 所产生的一个隔阂吧 那好 它下面讲到一个结论 结论呢 它就说了 Pi Network在开放式组网 标志着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那它的这个观点和我差不多 就是我们认为Pi 很多很多Pi语 认为Pi开放式组网 就是它终极目标 因为为什么是它终极目标 就是说我Pi开源之后 我的Pi比就可以变现 变现往这种一股脑卖出 退一圈 OK 这Pi和我们没关系了 那很多人 如果你是这种想法的话 那这Pi开放式组网 就对于你来讲是终点了 但实际上 一个区块链发展来讲的话 它第一首要目标是去中硬化 也就是说它开源 其实我们看到了Pi Network 在整整干了这十年 它连第一个步子都没走完 虽然我们讲了说 我们走了很多步子 什么KYC 什么封闭式组网 什么又是映射 什么又是建生态 什么是吧 感觉起来走的很多步 但是实际上在区块链的行业里面 它连一步都没走到 它是一步 划成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小步在走 那么很多区块链项目 它研发可能有研发几年 但是还没有出成果的时候 它就把它先公开信筑 那么先去开源 开源好之后的话 它以开源的形式 让市场上去透明化 让这些人可以放心大胆 去审查我的网站 或者审查我的区块链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好像你们该进来就进来 该走都走 是吧 它一种筛选机制就放在那里 我就在这里 你们看得见我 我是透明的 你愿意来 你就来我的链上 你不愿意来 你就走 而Pi Network 不像是不一样 就是我说了我的以后非常厉害 我的全球通用代币 我是引领未来 Web3的社交媒体 但是实际上你说在这里 你不透明 你是一个相当于是被封闭起来的 人家看不到你里面 所讲的话 和你所写的代码 是不是一样的 所以说大家有所在忌惮里面 那么所以Pi Network 它在开放式主案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如果说它要得到一个蓬勃的发展 它的生态系统 要得到蓬勃的发展的话 这个Pi的原生代币 它必须有一定的价值 那么它有了价值 才能会铺平它未来的一个道路 然而来核心团队的计划 远远超出了这关键的阶段 就它超出了这个阶段 已经把这个封闭式主网 和开放式主网之间了 它的时间节点 可能讲的话 和很多的加密货币来讲 可能区块链项目来比的话 它已经远远超过这个阶段了 很多项目它是早已经开放 但Pi一直没开放 所以在这一点来讲的话 它还是有一定的诟病的 虽然说我们在前期的时候 把它给黑得够惨 但是这里我们客观来讲的话 它还是有一定的问题 所以说黑归黑 它是我们能够看到 它确实有一定的隔阂在那里 我们才敢去这样去说 是吧 不过说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如果说人们觉得 这是没关系的 开不开放公开 去不去中心化都无所谓的 那当然这是铃铛别论 这是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讲 或者站在企业的角度 站在开放人员来讲 他们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忌惮而已 那好 下面还讲的是关于PiNetwork 它去专注于建立 它的一个强大的生态系统 那么建立了战略和作关系 那么推动或者说是使用程序级 那么将自身定义于一个长期 或者说大规模的去采用的 那么它的这个愿意就是这样的 它定义就是我大规模的采用 全世界通用 通用最大的加密货币 当然是你要大规模的采用了 那么它现在的大规模采用 是来源于社区的4500万 那么实际上 我们4500万的人 能不能跟PiNetwork 产生巨大价值的 答案是不能的 重要事情说三遍 我们4700万的人 大家都是持币的人 他真正要去 这个网络去蓬勃的发展的话 必须是要资金进来 就是不是我们持币的人进来 那些不持币的人进来 那些有钱的人进来 那些企业进来 那么他才能会 推动这个市场的发展 或者推动这个币价的上涨 那么才能稳固于 这个Pi币的稳定 如果我们4700万的人在里面 每个人各怀鬼胎 那么个人的意识价格不太统一 所以说有人在 三块五块的时候卖掉了 有人在三十一万 他还不卖 所以说你中间的波度非常大 他不足以去恒定一个价格 也没有一个价格的 一个尺标在那里 所以说主要去恒定价格 还不是来源于 我们派的社区 大家去喊价格 而是来源于外部的 这些有没有人入住进来 那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一点 那么随着加密货币的格局 不断在发生变化 那么也见证了这些计划 如何去塑造 去中心化金融和挖矿的未来的影响 那么这是比较令人去着迷的 因为其实说白了 派的这个模式来讲 我们先不谈了技术 谈任何 我们只谈它模式 它绝对是OK的 觉得是没问题的 在没有进行开源之前 就已经吸引到4700万 你说它成不成功 所以说有的人说 不管你如何讲Panetwork 已经成功 那这确实就这样的 项目方的这种模式 它是成功的 是值得所有未来 去做区块链项目的这些人 去值得它去推崇 或者说值得大家去 引用它的 通过免费发放的形式 每天给一点 每天给一点 来增加这个用户的粘性 那么Panetwork 这一点做的是非常成功的 所以开放性组网的旅程 只是一个开始 Panetwork的目标 是创建一个充满活力 且可持续的生态系统 为用户提供 并且彻底改变 我们与加密货币的交互方式 那么现在我们只能说 是在传统的币圈里面 看到像比特币 这些它去购买东西 它是将它的转账代码 写出区块链 可能以后Panetwork 它要做的就是说 将所有都写进区块链 那当然这个工程量非常浩大 这不是说 一天两天能够完成的 可能十年八年也完不成 那么但它主要要做的是说 你必须得开源 所以说这一点 我们要去把它给理清楚 然后这样就是关于 今天我们去看到了一些新闻 那还有就是说 我这段时间的 一个心态的一个变化 那我现在就说 看见了Panetwork 我还是说 保持好自己的一个心态的贫富 尽量的以一些 比较正向的方面 去看待Panetwork 因为B点来讲 我还是在点闪电 B点来讲 我还是在做节点 当然如果说是在Pi 有时候公布一些 我们所觉得 不是特别好的一些信息的时候 或者说它那些信息 觉得我们质疑的时候 那我肯定还是该吐槽 都吐槽 所以说我在吐槽Pi的时候 你们当然也可以吐槽我是吧 我在讲Pi不好的时候 你们也可以讲我不好 那在这里我就认为了 在区块链的世界 既然我们都是聊的是 区块链这个行业 我们身处在这个行业当中 就要来源于 不同的声音的质疑 别人质疑我是OK的 完全没问题 我们质疑Pi也是没问题 OK的没问题 那不影响说 我们在质疑的时候 也在参与它 首先很多人就说 你质疑它 你就不能参与它 这个概念是错误的 我们希望是通过 在参与的过程中 提出一些 我们所看到的问题 希望项目方 能证实这些问题 而做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项目方愿意采纳就采纳 他不愿采纳了 那还是没办法 是吧 那好 这样就是今天 要去跟大家分享 什么内容 以上分享仅仅是来源于 我个人观点 和个人看法 如果说你有其他 不同的观点和意见 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 如果说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 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 在视频更新到第一时间 你就可以收到 那好 今天就这样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